刚才我们说了研究这个翻译中的MRMA两种经验的方法 一种是RNCC和一种是Rabson Profiling 也简称了RabsonC这两种方法 那么这两种方法事实上不能互相取代的 那么它在解决具体的这个相对问题的时候 是用法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由于在增核生物里面 基本上不存在多数传子的情况 也就是说一个MRMA就一个基因 当然它有可能有Upstream ORF 那个是一些小条件的东西 但也没有那么普遍 所以说大部分的情况来讲 还是说一个MRMA就一个蛋白质 所以这种情况来讲 而且在增核生物里面 它的翻译的限速度也是在起始 所以我们测RNCC 测它的全场 就可以知道它这个MRMA的翻译量 我们对每个基因都会测出它的翻译量 还有它的这个总的RMR量 那么这有个笔值 我们把它称为TR 就是Translation Ratio Translation Ratio 这个TR这个笔值 TR这个笔值 意思是什么 它就可以去反映 在增核生物里面是可以反映 翻译起始效率的 TR越高 那么它的这个翻译起始效率越高 但是在圆核生物里面不能这么大 因为圆核生物它是多数万子的结构 一个MRMA 它上面是一长串的好几个基因 在上面 所以说如果你测RNCC的话 你会把所有的这些基因一起抓下来 哪怕上面就一个基因在转移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 不是太合适了 但是你可以以Operon这个级别 来信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现在看还是看增核生物里面 那么TR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一下TR这个东西 它和蛋白质的量 还有跟这个MR量 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因此TR 可以作为一个基因 它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么一个标志 这么一个指标 去核量 那么我们如果对比A549和HB1 这两个细胞 A549是肺癌细胞 那么HB1是肺正常细胞 通常来讲我们 如果说没有翻译组学的话 大家去研究这种 一个癌细胞和一个对应的正常细胞 之间有什么区别 想去找一下这个癌症的一些关键 通常我们会想到有什么办法 蛋白质组学 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MRM多不一定蛋白质多呀 对不对呀 而你这个执行生物学功能都是蛋白质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就会想啊 我去用蛋白质组去搞一下吧 比较一下这个两年蛋白质谁多 然后就 这个是我们做出来的蛋白质组的结果 上下搞的这个蛋白质 它是在什么样的通路里面 然后我们会发现 非常花的这个红色是代表这个 成色是代表上调的通路 然后蓝色是代表下调的通路 我们会发现这个是非常散的 就是你其实看不出来哪个通路是上哪个通路是下调的 这就是目前常常蛋白质组学 这个方法 常常给你的钱 就是这样 因为蛋白质组 现在又是看起来是很强大的一种方式 实际上我们做蛋白质组的人就知道这里面问题多了去了 这个测评是很不准的 怎么说呢 有一个说法是 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化学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就是 误差百分百已经很好 数量集对即可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把 拿这个东西当一个调侃 当一个效果来听的 但是后来我们搞了这个蛋白质组之后就发现 在蛋白质组这个定量上面 还真的差不多就这种情况 误差百分之百已经算是很好的 所以它的技术的局限性决定了 这个目前蛋白质组的技术是不太能够给你很好的一个结果的 当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有些文章也出来用蛋白质组 找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差异蛋白 那这属于什么 那属于虾猫撞死号 这么多人都在撞 总有那么几个幸运的虾猫撞上死号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TR上调的 上调的最厉害的123个G 拿出来做IPA分析 看看它在哪些通路上面 我们可以看见 至少这个颜色是很统一的 对吧 它是往一个方向在走的 然后我们再看前十大通 Silent Benevolent 然后Sell Death and Survival Dest是这些蓝色的 是下调的 Survival是上调的 然后再看Growth and Proliferation Cellent Movement 然后这个什么Tissue Development 各种发育方面 因为跟癌症是一个逆分化的过程 所以跟这个发育是很相关的 前十大还有这个标志 这个Carbohydrate Metabolism 就是能量代谢 这些核心通路 我们会发现它是非常好的 有个一致性的结论 然后前十大通路 我们可以发现 基本上就勾勒出来 这就是一个癌细胞 假设我就不告诉你 我测的是啥细胞 你基本上可以 推测出 看起来觉得啥细胞 而且即便 就是这123个基因 IPA它有很多的分析功能 可以直接分析到 这是呼吸道的一个疾病 虽然它没办法去给你 明确指出 这是呼吸道什么疾病 但是这123个基因 它会告诉你 它是负集在呼吸道的疾病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TR这个东西 它非常好的能够对应 细胞的表情 它比蛋白质组 所测进出来的东西 还要能够更直接地 反映出细胞的表情 比如在这 优先翻译的东西 会更加准确地去 对应它的功能 这是翻译组学 不可替代的 至少来讲 目前是不可替代的 一个用途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不知道 你的一个系统 该怎么去解释 如果你不知道 你这个系统里面 最重要的是哪些基因 那么做个翻译组学 你就能够立马去吧 然后我们再看 在一些经济的癌症通路里面 这些翻译上调的基因 大量是存在的 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你们应该有一些同学 是在一些研究癌症的实验室 在在做是吧 你看到这些通路应该都很熟悉 像这一条通路 RAS ERK P90 RSK 然后到EF4E 这条通路下来 EF4E它本身来讲 就是一个翻译机制因子 EF4E把它激活了之后 就会使得翻译加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P90RSK这个基因 它的MRN的水平 其实并没有怎么变化 但是它的翻译量明显上升 它的翻译量上升 意味着什么呢 它产生出来燃脉色会多一些 多一些之后 自然激活EF4E 然后呢 使得翻译更加激活 然后又反过来 使得P90RSK的翻译 更加的厉害 于是 这成了一个 这成了一个 正循环的自航肺 对吧 使得癌细胞的翻译 一直维持一个高位运程 你就知道人们以前 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结论 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直接一测个翻译 马上就出来了 然后我再看了 这一些 这一些蛋白质 它都是TR上升得非常厉害 它们下游所对应的 Ankyogenesis 血管生产 然后这个Proliferation Migration 这也是Ankyogenesis 这都是典型的 这个 癌细胞 所具备的 典型特等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癌症 它的关键 并不在于突变 我们之前也看到了 癌症的病 关键病在于突变 而在于 什么 整个系统的失调 也就是在翻译水平上 这样的一些失调 所以说 你针对DNA的突变 去做这样 去干预 永远是 治标不是本能 你永远没有办法去 解决这个 癌症 这个问题 翻译上的问题 才是最核心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A59和HB1之间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翻译的效率 是与MRNA 长度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TR跟长度是不是有关系 确实有关系 我们可以看 MRNA越长 它那个TR是越低的 而且这个 癌细胞里面 它这个斜率 要更大一些 也就是说 癌细胞里面倾向于翻译 更小的 那么这个情况 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有一个问题了 你说这个MRNA 长的MRNA 好不容易 我给你转录出来了 好不容易 我给你转录出来了 翻译不了几次 就就降解掉 就翻译效率低嘛 对吧 这是不是 岂不是一件 很浪费的事情吗 对吧 在生物界 经过几百万年 进化出来的能力 那绝对应该是 对能量的使用 那是绝对是 扣到细到一定程度了 那绝对是要把这个能量 每一点能量用到 挣地上去 要给它有好处 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一种浪费的行为出现 那么必然在它后面 有更大的好处 那么这个原因呢 但是我们当时2013年发这个翻译组学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给出解释 后来是被一个高一的学生提出了一个从游戏里面提出了一个理论 然后给它解释了 后来呢它在它高三的时候就发了这么一篇文章 自然慢慢地它第一次 我邀请他们在我们实验室把这个东西给做完 这个中间最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一个细胞它要合成蛋白质 它并不是合成一个两个蛋白质 它要合成一个整个的有功能蛋白质组 那么总的能量是需要 它合成这个蛋白质需要能量 然后还有一些合成错误的蛋白质我们要把它降与掉 不然的话会有麻烦 那么蛋白质合成中的错误因素 前三个是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的 这个氨基酸错误参入 然后Joboff就是翻译了一半的可能会掉一样的 Friendship这个也知道 就是一框不变了 对吧 这出来蛋白质肯定是错的 所以这三个加起来的 它的概率按时10度负3次 千元之一左右的概率 但是真正的错误率多的是结果预则列出的 也就是氨基酸序列完全正确 但是折叠出了问题 折叠出了问题 它当然是没有功能的 甚至会有麻烦 对不对 所以说细胞也要把这一部分的 这个折叠出素的蛋白质要干掉 要降与掉才行 这一部分的错误概率其实高达30% 我们可以看到 这远远的高过 这个序列合成上出现问题 这当然30%是一个比较在癌细胞里面的 正常情况没有怎么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 我们就需要去搞清楚一个状况 就是能量使用效率 我们要有一个方法来进行评价 那就是能效比 也就是我合成一定的功能 我需要耗费多少能量 对吧 那这个能效比这个R越高 肯定是越有利 然后呢 我们还有引入一个参数叫AR AR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小蛋白和大蛋白 的翻译优先的一质 AR越高 越倾向于翻译小蛋白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建立数学模型了 它这个建立数学模型就比较麻烦 因为每一种蛋白 它的这个起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把它抽象化 对吧 我们要功能分数 给它打开功能分数 那这个千几百贯的蛋白 是我怎么给它统一呢 没法给它统一对不对 而且它们发挥作用的 其次是各异的 于是我们想了一个办法 把所有蛋白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这个结构性蛋白 也就是说它只要在那就是功能 比方说细胞骨架是吧 细胞骨架就是在那就是功能 第二类是 第二类是与体积有关的 也就是那种催化性蛋白 因为酶是吧 我们知道酶它有个催化中心 于是呢 这个体积越大 它可能可以含有的 这个催化中心越多 所以呢 它的它的这个功能 是L的三分之一次方 这个强度的三分之一次方 然后第三类蛋白质是结合性蛋白 它是通过与其他的蛋白质结合 来发挥功能的 既然是结合 那么就与表面积有关 对吧 就与表面积成正比的 那么就与L的三分之二次方是成正的 在三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见 AR升高 也就是说小分子的蛋白质的 翻译优先级升高的时候 能效是会上升的 也就是有力的 也就是说这种复写率 大蛋白质翻译 其实效率低 是对整个 它的能量利用效率 是有好处的 但是AR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 再往上就不能再增加了 好 这个时候如果你过分的去合成小蛋白质 但是你又需要一些大的蛋白质 对吧 因为大的蛋白质 它单体功能很强 你也是需要有一定大的蛋白质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 所以呢 这个AR不能无线的质量上升 那么这些灰线呢 就是HELA细胞里面 实测数值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实测数值差不多 就是会在这个平台系这个地方 然后 I细胞 I细胞里面的这个错误率会上升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错误率越上升的话 这条线就会越往下降 对吧 就会越往下降 那么如果说维持AR不变 那么它的这个能效率是会降低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提高AR 我们可以看到 提高AR了好 它的这个能效率还是会降低 但是会降低的少一些 于是 通过继续提高 小分子蛋白的发酵优先起 可以使得 I细胞能够获得更好的能效率 于是获得更强的 这个生存优势 这就是 为什么 I细胞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 更大的协力 那么这个是怎么造成的 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 我们排除了很多因素之后 发现一个状况 就是 I细胞的粘度比较低 这个情况是十几年 以前人们就发现 但是一直 对它的这个 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然后我们发现 I细胞粘度较低 于是 扩散就会加快 那么翻译其实的 第一步 它是自防化 对不对 霍雷维会和那个CAM 之前的结果 首先有个自防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完全的 这个被动的 这个扩散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 当粘度较低的时候 扩散加快 自防化加快 于是小蛋白质 与大的蛋白质的 其实差别就会增加 自然形成 这样的复权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 事实上 癌症 它并不是一个两个基因 所导致的 而是所有的基因的翻译 都是有规律的 进行调控了 所以说 你针对一个两个基因 去进行干预 是绝对没有可能 去把癌症搞定的 这就是不要想 当然你可以发文章 但是当你的亲人 如果得了癌症的时候 你是绝对没有办法用 那些文章去救他 好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翻译组 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应用 就是 人类代表组计划 我们是在 人类代表组计划 我们是核心团队之一 在2014年 在主乡开的这个 HPP的这个核心科学家的这个会议 然后我在这儿 我们提出的这个 这个翻译组的这个测序呢 它可以远远的超过质谱的精度 因为我我可以测得很很清楚 我们测序的深度可以拉高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每个翻译中的 研发上的剪辑都测得很清楚 但比起这个质谱 它只能达到很有限的覆盖度 来说呢 我们可以覆盖得非常好 然后质谱由于 呃 划不受到 呃 蛋白质的理化性质的影响 有些蛋白质理化性质不太好 所以它就比较难被质不接近到 但是对于翻译组的社区来讲 并不存在任何问题 所以所有的基因 只要它们翻译 我全部都能找出来 甚至来讲 我可以测到一些 非常非常低风度的 这个正在翻译的 就是掌握翻译的 这样的基因 我都是可以找到的 然后这里面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传统上面有一些 基因被认为是linked RNA 也就是non-coding RNA 常链非编码RNA 对吧 常链非编码RNA的意思就是 它不能翻译成大白质 对不对 这个信息从哪来呢 都是去查数据固查出来的 但是有没有想过数据固是错的 NZBI里面那个数据固是错的 我们说那个nm nr 那个分类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 这是一个例子 Hmgb3p1 那么这样一个基因 被直到今天大家去认识编里面查 它还是被标为nr了 也就是认为是一个非编码RNA 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它是 在这个正在翻译的 从测序里面我们找出来 然后呢 我们这rpcRNA也也就等了 于是我们就一步做完不休了 测了好多个细胞株的这个 这个翻译组 然后就看了 这里面我们一共找出来 5000个能够能够翻译的 并且它可能生成超过50个氨基酸的 它是蛋白质的这样子的命株 原来认为它不可编码 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么多 它是有可能编码的 然后我们在用Ribosic的方法也确证了 它核酸体确实在这场面移动的 所以说它们真正可能翻译出蛋白质 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好 那么我们需要从蛋白质水平上来找到它们 对吧 这个工作就非常困难 这个工作非常困难 但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一一去展示 那么比方说我们做了好多个抗体出来 你看 做了好多抗体出来的话 我们会发现这些 这些蛋白质在细胞里面真的是有啊 真的是有啊 我们做了几个就是乘几个 而且我们还能找到了几百个 那么大概来讲的话 有700多个新蛋白的蛋白质 正有我们是找到的 而且它是有稳定存在并且有生物学功能 这个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也就是说 人的 人类基因属必须系统性的重新终持 你们手上都拿到了这些树立库 你们的信息是非常不准确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那么我们从RNCC去找到 我们就能够做到什么呢 我们做一个抗体就成立了 做一个抗体成立了 而前人往往是什么呢 通过REVOSIC 因为别人是不会做RNCC的嘛 他只能做REVOSIC 做REVOSIC里面 他会发现一大堆的东西是验证不出来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因为REVOSIC它有很多的假装性 我们刚才说了 REVOSIC它是那个测试板RVP 是被核档起诉的 所保护了那个MRN片段对不对 那么这个片段多长了 原则生物是一般是24到26个点击 真则生物里面是28到30个点击 大概就这么多 大家也知道在西方里面 这么短的这个区间里面 包含有很多乱七八糟的RN 尤其是那些RN碎片 降解了中间产物 对不对 EV的这些东西 它们很容易被抗体沾下来 于是产生像这个RNSP和TURN 像这些是经典的浓口点滑源 就是被研究了很久很久 大家都知道 它们一定不必马上来去 但是即便如此 我们可以看见 通过REVOSIC的技术 我们可以看见 有很多RNSP也是能被测到的 这些很明显是增加性的 这个是早就13年的时候 就有人在我发了一条文章 然后当时他 我一看到这样的一些结果 然后他们就认为 立刻是不可能越好蛋白去 然后发这个文章是俩学霸 在国际科学界是俩学霸 然后大家都不敢发表 每次的这样的 就是说立刻可以翻译一下 每次的这样的文章 就算你投出去了 也会被这帮学霸给卡掉 就这样 那我们用RNC-Seq就有什么好处呢 RNC-Seq由于是全肠嘛 对不对 我的毒肠可以任意的肠嘛 对不对 那我只要是把那个毒肠口长一点 我的片段我给它弄长一点 我自然可以规避到细胞中的一大堆的论荡 而来碎片 自然就没这个问题了 我不敢说完全没假阳性啊 但是至少我假阳性的概率会低很多 至少像这样一些基因的话 我至少来讲 这个基本上是在RNC-Seq里面是能看到的 所以说RNC-Seq这个东西呢 就是在这个人类蛋白组计划里面 是被作为很重要的一个支柱 也是中国科学家在人类蛋白组计划里面 提出的唯一一个一个基础性的这个东西 然后这是去年的 最后这个世界蛋白组计划大会 邀请我们去在这个地方去做评计一下 好 如果这个已经够劲爆了的话 再给大家讲一个更劲爆了 Seq有RNC 环状RNC居然也能翻译 环状RNC啊 环状RNC连破列A都没有它怎么翻译啊 可能大家都想不到它怎么翻译 是不是 除了少数就有IRES的 可能是可以通过IRES来进行翻译 然后我们还真的是发现了 发现了多少分呢 在两个细胞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RNC 我们测到几千个可以 可以结合特朗体的 也就是说它有翻译潜力的 环状RNC 它不是一个两个 它是几千个 以前 人们用RNC 也怀疑可能有几十个 可能有几十个环状RNC 才能怀疑 但是事实上 有几千个 为什么前人只能测到有几十个 可能呢 就是因为他们RNC RNC会把这个RNC切碎 对不对 切碎了之后 它就不再是环状RNC了 而我们呢 我们这个RNC 弄下来之后 我把荷兰给拿掉之后 我是可以负集 我们的这个 环状RNC 我是可以负集的 它原来是还 它还是还 我用个荷兰外线 我就把那个线进 全切掉了 对不对 留下来全是这个环状RNC 于是我的测序 我的测序的这个 效率会高很多呀 然后环状RNC 我们为了能够 要识别环状RNC 最重要的一点 是这种backslice 就是实际上 它原来在金属上 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这样成环 于是 于是如果 我把这一段切出来了 它测序的时候 肯定是切出这一根小段 那么 我分析回去的时候 它应该是 这个read 应该是变成 就是拆成两半 是反向的 这样的Mapping上去了 像这种backslice read 是检测 环状RNC的金标准 但是 如果你reverseek的话 你的读长很短 要想正好落在 二十几个剪辑 正好落在这个上面的 概率非常低 对吧 而且本身circularRNC 它就表达量很低 你就很难去找到 而我们RNC Seek 由于读长可以无限的 无限的拉长 所以我就可以很容易的 去覆盖这一段 并且算法处理不上 也是很容易的 像这种 比方说 像这个 使用这个 circularRNC 那么它的backslice read 大约十几个 如果你用reverseek的话 基本上没有可能去找到 因为reverseek的话 它的这个 我们说RNC 由于长度上 它的覆盖 覆盖这个backslice site的 概率是比reverseek 要高一辆转积的 所以像这种状况的话 用reverseek是完全没有可能去搞出来的 然后呢 当然了 我们后面还是 就是 后来还是证明了 它说这玩意儿有 有功能的 它可以翻译出一个 eI大白质来 这么容易让 后面的套路 但如果你就是没有 没有开始的这种发现的话 你后面的套路怎么套 你可不可以不知道 从哪下走 对不对 所以说 像这个翻译组的这个技术 它是在很多时候 是不可取代的 因此呢 它在这个 因此呢 它在这个 人类大门口计划里面 被作为第四支柱 被作为第四支柱 然后被人类大门口计划里面的翻译组 就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 我每年都是被调整区说报告的 然后 然后我们也提供了 整个人类大门口计划 提供了全部的翻译组测诀 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 CNP国的这个会议上面 这个欧门博士宣布 报道新蛋白必须提供起翻译证据 如果你没有翻译证据的话 你的新蛋白报道出来是没有人认的 你有抗息证据都没有用的 当然了 这个发行组的 发行组的测语还可以用于植物研究 植物的蛋白质组的研究是远远落后于人的 像水稻 水稻的话只有400兆的这个情形组 但是它的这个隐私编码情形数量 都是两倍于超过两倍的人的数量 那么目前来讲人类大门口计划呢 已经找到了89%的已知变码情形的这个蛋白质证据 但是呢 水稻里面只有5000多个 所以说这个是远远落后的 那么我们结合这个翻译组测序呢 用翻译组测序的方式去辅助蛋白质组的鉴定 总共鉴定到了这个水稻里面的16456个蛋白质 占已知的这个编码情形的39% 那么比比起以往还算有好几倍的提高 事实上水稻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呢 我们会发现 有翻译的基因在水稻总基因的数的80% 但是只有一半能够被蛋白质证据定到 上面是这个核酷测序的 下面这个这一部分呢是这个蛋白质证据 然后我们就发现由于这些检测不到的这些蛋白质 所以很难检测到蛋白质 它是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因为它的理化性质特殊 稳定性比较差 稳定性比较差 所以就很难去被蛋白质组的这个基础所检测到 那么做植物呢 想做点蛋白呢 比做人呢还是难很多的 所以说如果你在做植物那种时候 会有应快感的话 那么要讨论一下这个翻译所谓 然后呢植物之间 植物的组学层次间的相关性不高了 比动物的相关性还要差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植物的翻译调控会比动物更显复 我们来看一下 在植物良好性的翻译之下 水到7%到15%的M2是不反应的 有转移动但是不反应 而动物细胞里面只有1%到5% 这是为什么大家可以讲一下 因为当环境变化的时候 有着stress条件的时候 动物可以跑啊 植物不能跑啊 对不对 植物只能在那一扛 扛不过去就死了 所以植物它必须要储备很多的这些MRM 要被伤被荒啊 对吧 然后我们就发现 这个水到它有两种主要药种 这个仙道和梗道 这个大家知道这两种水到有差区别吧 哎 仙道好吃点 这除了口味呢 它就有什么样的外在的这个表现 一个长一点 那个米粒一个长一点一个短一点是吧 都不知道啊 这个视频进行五部分 仙道和孔道 他们的储备同样一个组织里面 储备M维级是完全不同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不是完全不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不一样 就这么简单 你们都不知道现在可能有啥区别 大家就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能种种道理 我小时候都是到了农村里面去 我们小学都是同一组织到农村里面去干农活的 去种水稻的 去种水稻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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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仙道和肯道 它的这个种植的区域和这个 气候带的分布是比较稳的 所以说 由于他们需要应对不同的环境变化 因此他们储备了不同的MRP 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特别 这些储备MRP 主要的通路都是在核上提供 也就是说植物的 这个 主要的应急的形式就是翻译调控 好了 我们刚才 讲了很多的都是翻译期止有关的 对吧 第一天来讲 像蛋白质组计划 你必须有翻译期止 你才会能够翻译出这个蛋白质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蛋白 这个翻译延伸的这个过程 对于蛋白质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说了 翻译延伸快慢 会决定蛋白质的质量 这个质量是指折叠的质量 因为刚翻译出来的这个 心脏胎链本身是没有功能的 需要折叠 折叠的不好 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直凝退症疾病 直凝退症疾病 它是正确的 在氨基酸序列折叠成了错误的构像 所以导致了错误功能 它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因此呢 指导蛋白质正确折叠的 性质处存在哪里 这就成为 这就成为了生物化融合的 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 1970年左右 安克菲森和几个同事一起 用几个小蛋白做了实验 得出了一个结论 叫安克菲森子 表述的是 蛋白质的天然过向 完全有些氨基酸距离 在一定环境中唯一决定 然后这个结论得了 197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密码子是有减并性的 对不对 有减并性的 所以有些的时候 你突变的密码子 并不影响它的安克菲森的区域 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 这些沉默突变 不改变安克菲森的区域 当然也就不会改变 代表这个阻碍 但是我们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然后因为我们发现了 这个翻译延伸的速率 有的地方是快的 有的地方是慢的 那么快和慢的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幻队蛋白质 它有四个翻译暂停位置 这些地方是比较慢的 如果说我这个地方 给它做沉默图片 把它弄快一点 那么这个蛋白质 它是折叠式会错误的 功能异常定位也是错误的 如果说全聚性的干扰 这些翻译暂停位置 那么就会导致西方的大量的蛋白质 不能折叠安克菲森 所以 安克菲原则 我们有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 很多实验的证据 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说 安克菲原则是错的 它 安基酸序列在一定环境中 并不能够 唯一吸引决定它的 折叠的状况 所以 正确的结合 蛋白质这些信息 不但存在于安基酸序列中 也存在于地中一种 这个东西是 我们几年周则之后 是发在了 09年是发表了 在lustre molecular biology 然后呢 在封面上面 用stor and fold 这三个词 简要的去归纳了 我们这个理论 有翻译暂停 很合适的翻译暂停位置 是决定 它们是折叠的 很重要的因素 然后这是 这个德国的 当地的报纸 也对我们进行专访 这个文章 花了最后一年 基本上 它一个引入都没有 因为整个学术界 是震惊了 一年之后 有一个中述出来 然后 对我们的结果 做了一个非常 非常striking的 这样一个评价 然后就开始疯狂的 大家就开始疯狂的引动了 然后呢 一一年的时候 就很多人 挖出了以前 根本没法解释的 那些 一些疾病 重大疾病 发现了 这些重大疾病 是与 沉默方面有关的 以前的根本就 没办法解释 因为安科斯原则 在那里 谁敢对诺贝尔奖 这个 就是谁敢去否定 这个诺贝尔奖 这个东西 对吧 尤其在中国 基本上就是金科玉律 然后就发现了 就用我这个方法 就可以去解释 可以解释 这么一些情况 密码紫变了之后 它所对应的 TNN浓度发生变化 于是翻译延伸数据 就发生变化 然后大门之后才发生变化 然后就会来着 或者其他的一些重大疾病 于是 我们研究 从全局上去研究 手表基因的翻译延伸数据 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那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叫三大测序一起上 普通的mRNA测序 rnc sic 还有rebson profiling 或者叫rebson rebson 那么这个 三大测序一起做 那我们是 中国第一个 发表这个 这个高等动物rebson 的中国团队 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实验室 能够同时做的三大测序 通过这三大测序的数据 我们就可以 我们刚才说TR TR是可以通过这个 mRNA测序和rncc 的这两段算出来 对不对 如果说再加上rebson profiling的话 我们可以算一个指数 叫ebi出来 invation velocity index 也就是说 ebi这个东西 这个参数越高 证明它的这个翻译颜色处理越快 那我们就发现在各种地方里面 都是这样的状况 大部分的基因是 是处在这样一个区间内 少部分基因是 高TR高ebi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低TR低ebi 但是这个部分 高TR低ebi 这样一个部分 是一个基因头表 然后呢 那我们 为什么说在这个 高TR低ebi 这个部分 压根没有呢 就是因为 翻译器如果很活跃 然后这个暂停 它有很多暂停的话 那么这个可量体会堵车 会堵在那个地方 然后它也什么都不能干 然后它会掉 所以就是产能很不 就是这种产能不足了 所以说在进化上面是 就是会避免这种状况出现 然后呢 高TR高ebi的状况就是 起始活跃快速延伸这种东西 这些蛋白质 它的这个折裂是非常稳定的 根本不需要 翻译站情况 包含它的折裂 所以说 这种情况就是 产量优先 然后这一部分呢 是质量优先 低TR低ebi 它中间有翻译站 它可以保证 这个蛋白质正确的折裂 发挥它的功能 叫质量优先出去 在癌细胞里面 当然我们后面就是 有很多的这个证据 我这里只给大家讲结论 癌基因 在癌细胞里面 癌基因会降低 就是细胞会降低癌基因的 翻译处理 所以就可以增加癌基因的 折裂和功能 而对于一癌基因来讲 癌细胞里面会增加 它们的翻译处理 减弱它的折裂功能 所以这样来讲 你看一正一反的 这样的一个调控 就使得癌细胞 用这种方式 可以维持它的恶性分析 你看又是翻译 对不对 我们看说 癌细胞里面 翻译其实它有一个 调控的规律 癌细胞的 这个翻译延伸 也有一个调控规律 它是有目的的 那是全聚性的调控 所以你干预一两个 这个蛋白质 干预一两个基因 根本没有用 当然了 是什么使得 这个翻译延伸数捋 会发生变化呢 以前很多人就说 MRNA二级结构 如果二级结构强 它翻译延伸数捋 会慢 但我们发现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从确实上来看 它没有影响 MRNA二级结构 对于翻译延伸数捋 没有任何影响 那什么有影响呢 TRMA的 于是TRMA怎么去测它 又成为一个问题 因为别人也测不了 TRMA二级结构太强了 很难去 很难去 连翻译路的很大 还有它的序列非常相近 数量众多 我们之前有个练习吧 做过一个练习 TRMA的相似性是吧 非常高 于是 我们是第一个突破 TRMA的测序 在2015年我们发表了这样的 从此 人们可以对这一类 最后一类 这个还没被测去的 这个 R1分子 进行全面性的研究 然后我们发现 TRMA如果上升的话 它可以帮助细菌抵抗氧化压力 以及抗生素 你看这个Period是强化了TRMA的细菌 这个在黄柄沙芯浓度越高 它长得越弯 所以说 细菌奶药 它为什么奶药 你以为它有突变 我们测了 我们测了几百亿素菌 没发现有什么 有一定的突变 TRMA很重要 好了 那么 翻译延伸还有一个用处 那就是 蛋白质工程 我们把一个基因转到大成板均或者正部 这样的工业表达系统面去表达 像椰岛树那样子 现在椰岛树很便宜 对不对 但是绝大部分有工业或者要用价值的蛋白质 但是大成板均的素菌 是哪里获得可容金 经常进包裹体或者压背也出不来 于是 尤其你们收入工程 同学应该学过这些课 有很多的可容器版和腰化方法 但是它们可以对一些蛋白质取得异力效果 但是工业一般 这很多蛋白质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这我不细讲 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 翻译暂停里面的问题 因为 既然翻译暂停出错 是导致蛋白质不折叠的主要原因 那我们就通过沉默突变 我不改氨树酸 我就专门改你翻译暂停 把那个翻译暂停给改对了 那么就可以了吗 对吧 就可以 就可以表达了 而且 和传统状态的方法毫不充足可以要求 我们是在翻译程度上解决你的问题 从源头上 给你指标 那时候我提出 在08年的时候 我在德国提出这个 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的导师跟我说了 也许我 我会记住一辈子的话 大家说 这样 You are well trained scientists This thing scientific 他认为我的这个想法是非常荒谬的 好了 你这么荒谬是吧 好 不干了 我回国了 我回过来 回过来还是没有人信我 后来有个去 后来有个老师 就是他的这个 他搞了一个那个那个 男的抗病毒蛋白 CBN这个这个这个蛋白 出来 死活表达不出来 全世界的科学家 努力了十年 都没有能够表达出来 用了各种各样的表达的体系 你就能够想到什么 什么细菌酵母 昆虫 植物 然后还有无鲁动物细胞性 什么都用了 都就是不行 然后呢 我们用了这个 翻译暂停的这个 这个优化 没有改它的IP酸 就是改了几个密码词 然后我们可以看见 可容性淡 这个全地平链接上面 是差不多的 但是可容性淡白 增加去 充满后的话 这个wip type 已经是看不见了 但是我们的优化版本 是大量生产 那么它的这个 可容性表达 产量增加了2000多倍 而且呢 它的抗病毒 比活性 甚至比天然体育 还要高 也就是说我们优化出来的 这个折叠效果 比原来的还要好 所以说 这个是目前来讲 在各种药厂 对我这个技术 就特别感兴趣 还没有很多的药物 就是如果说 以前要用很高的成本 在整个生物里面去表达了 现在可以拿到细菌里面去 用那种几千吨的那种大罐子 那几乎是 那个成本就是几分钱 几分钱一成本那种表 你也就可以表出来 所以说 翻译这个 翻译盘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课呢 测序 测序科程 测序技术的课程 目前就讲到这个一方 从下一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会进入这个分析的阶段 在这个里面呢 我请大家 然后待会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 教育课程这个网站上面 出去 去看一下 这个大方的测序 这个分析这边的话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 很多的这个数据器可以下载 然后呢 这里有一些作业 那么作业的第一个 第一期和第二期是 目前大家是可以 就已经可以做了 请大家在下去之后呢 自己下载加热数据 然后就有点感受 这些测出来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 做一些这样的西级 然后自己边边程序 然后就能够知道 方面 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 这样的一些海量数据 大家一定要去做 不然的话呢 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要拆的 那今天我们稍微稍微 稍微再走